这个视频呢我们分享PASCA9年级2018年PART C的五道题目 首先是第一题啊 题目说有一个硬币 从棋盘格的第一排白色的小格格里 往下走走到最后一排 每次只能对角线的移动 因为它不可以进入灰色的地带 所以它每次只能往左下或右下行动 移动 那么请问它从第一排的三个格格 走到最后一排的三个格格 一共有多少种可能的路线 我们首先给这棋盘格标上标号 因为灰色不可以走 我们把所有可以走的都标上标号 图中给了我们个例子 从1走到4走到7走到9走到12 是它一条可能的路线 那我们看一下 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 出发点是123对不对 那么从1出发最多只能走到4 从3出发最多只能走到5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13出发 与其说数从13出发 我们其实是从4和5出发 从题目这个4和5和棋盘的摆设 可以看出来 4和5出发 数目应该是一样的 从4走到最底下的 最底下的一排 12 13 11 和从5出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数出 从1出发的 就能数出从3出发的 因为从1出发和从4出发 是一样的数量 从3出发和从5出发 也是一样的数量 那么再看2呢 从2出发的话 它可以走到4 也可以走到5 也就是说 13 13的出发路线 加起来是2的路线 换言之 我们只要数出 14出发的路线 比如说是n条 那么从3 5出发的 就也是n条 那么从2出发的 就是两倍的n条路线 所以我们只需要数出 1出发的 就可以得到2 3出发的 这样就可以得到 所有的可能性 首先从1出发 我们说到只能走到4 那么从4出发 可以走到7 也可以走到6 我们先看 从7出发有多少种可能 从7出发可以走到9 可以走到10 那么再看 从9出发 从9出发有两条路 11 12 这样我们就完整地走出了 从第一排走到了最后一排 找到了两条路线 那我们再看从10 10也是两条路线 所以我们又找到了两条 那我们把 从14走到7的 所有可能都走完了 那我们回过头再看 从14走到6的可能 到了6这个点 下一步只能走到9了 对不对 那么到9的话呢 又有两种可能 分别是11 12 也就是说 从1出发 走到4这个格子之后 一共有6种可能 我们分析过了 从4出发是6种可能 从5出发也是6种可能 而从2出发的话 是有两条路的 4和5 所以呢 从2出发呢 应该是两倍的 就是12种 那么一共就应该是 6加6 加12等于24种 所以这条题答案是D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呢 是说有这样一个叫 menial的 有menial这么一个路线 一个 menial这么一个线 一个circuit 它呢 由节点和线组成 它满足如下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 叫menial的circuit 它满足哪几个条件呢 首先每条线 要连接两个不同的点 就是说我们不能 在一条线出发 一个点出发 给自己画条线 两点画一条线 另外 每一对节点内 只能出现一条线 也就是两个同样的点 不可以画两条线 第三个特点呢 比较重要的 就是每个点 都要另外找到 至少三个点 跟它画线 也就是每个点 出去都有三条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题目给的 这个例子 题目给的这个例子 八个点 十二条线 为什么会是 八个点 十二条线呢 就因为每个点 要连三条线出去 而每条线呢 只连两个点 说到这里 其实这就是 我们的规则了 那题目问的是 如果有一个menial的circuit 它有13788条线 请问有多少个节点 按照我们的分析 每个点呢 有三条线 但是每条线呢 只有两个点 所以线和点之间 是乘比例的 一点三线 一线两点 所以线的被线呢 会比节点多 线会是节点的 二分之三倍 那么既然知道了 线的数量 我们就能求出点的数量 用线的数量 除以二分之三 就可以求到节点的数量 所以这条线的答案是 B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题目是说 有两个大圆 它们的半径都为1 并且它们的圆形是 P和Q 在P和Q的重叠的 那部分面积里呢 再挖掉一个小圆 那我们看到 这个小圆的直径是 PQ 也就是直径是半径 直径是大圆的半径为1 那么请问灰色阴影部分的面积 大概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题目 其实它不挖掉 不挖掉这个圆的话 让我们求的就是 这两个圆的 两个圆互相过对方的圆形 然后它的重叠的部分了 那我们 因为小圆的面积 是很容易用 圆面积求面积公式得到的 那我们首先呢 先求出这两个圆的 重叠部分 减去那个小圆就好了 我们先画上辅助线 我们把PQ连接起来 并且加上 PMN两条点 把PMNQ PNNQ连起来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得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图形 你看一下 我们得到了一个 两个指甲 等边三角形 MP是 左边这个圆的半径 MQ是 右边这个圆的半径 PQ是 左右这两个圆的半径 都是1 所以我们得到了 两个边长为1的 等边三角形 那么不考虑中间那个小圆 把小圆先不管它 两个圆的重叠部分 我们是不是把它 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 我们看一下 一部分是 先看右边那个圆 一部分是MQN 这样一个扇形 看见了吗 MQN这样一个扇形 第二个部分呢 就看左边那个圆 去掉这个扇形 是不是还剩了两个 扁扁的一个 这叫什么图形 扁扁的一个图形 剩两个扁扁的图形 这两个扁扁的图形 又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 右边这个圆的扇形 减去两个 等边三角形 右边这个圆的扇形 减去两个等边三角形 那我们分别求出 这个扇形的面积 也就是PART1 以及PART2 扇形减去 两个等边三角形 是不是就求出 这整个重叠部分的面积了 然后再减去中间 那个小圆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求扇形 扇形 我们说了 NPQ和NPQ 它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它的角度是多少 是两个60度 也就是120度 所以这个扇形呢 是整个圆的 360度分之120度的 也就是三分之一 这个大圆面积是多少呢 大圆面积是P2平方 半径为1 所以大圆面积是Pi 那么这个扇形的面积 就是三分之Pi 那么三分之Pi 求到了以后呢 我们再求三分之P 减去这两个等边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边长为1 那么它的高呢 就应该是1减去 我们没有在图形中画 其实应该画出来 画出来 这个等边三角形 随便在一个边上 画一个高 那么它的高都应该是 都应该是1的平方 减去0.5的平方 等于2分之3 那么它的面积 就是4分之3 根据原面积 球面积公式 2分之1底层高 底是1 高是2分之3 所以面积是4分之3 那么P2的面积 就是三分之Pi 减去两个 等边三角形的面积 就得到了P2的面积 好 P2的面积 我们求到了 P2的面积 我们也求到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把 P1加上P2 减去中间那个小圆 就可以得到阴影面积了 小圆面积 我们要先求出来 小圆的直径是1 半径为0.5 所以它的 圆面积是Pi2的平方 就是4分之Pi 现在我们要求 这个阴影部分呢 所有的 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那么灰色的部分 就是P1的面积 加上P2的面积 减去小圆面积 经过整理 会等到 得到12分之5Pi 减去2分之跟3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Pi和跟3 带进去计算就好了 那么在取Pi和跟3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的答案呢 因为是小数点后两位嘛 所以保险起见 我们取到三位 取到两位呢 应该也不影响计算 我们把Pi取为3.14 或者把Pi取为3.142 那没有必要把Pi 取成3.1415927 那么就把Pi 取成3.14或3.142 就可以了 跟3取为1.73 或者1.732 求出来的最多对千位影响 应该不影响我们选择答案 把3.14和1.732带进去呢 会得到这个阴影面积是0.442 我们就记住 我们的答案是0.44 接近0.44 所以这些答案是1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四道题目 第四道题目是说 Mrs. Warner的班级里 有30个学生 很巧 15个学生呢 身高1米6 15个学生身高是 恰恰好1米22 然后Mrs. Warner呢 她想在这些30个学生里 抽出N个学生 排成一条队伍 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是任意四个学生 任意四个连续的学生 平均身高要超过1米5 而任意七个连续的学生 平均身高要小于1米5 她想把这个队排得越长越好 那么请问最长她能排多长 也就是能有N个学生 最多能有多少个学生 能排进这个队伍 那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它的两个条件 一个是四个人的平均身高 要超过1米5 也就意味着 不能都是矮的呀 对吧 我们第一印象就是 不能都选矮的呀 既然对身高有要求 对身高的下限有要求 就证明要高的学生 越多越好 那我们经过计算 四个人的平均身高 超过1米5 总身高要超过6 也就是说四个矮的不行 三个矮的也不行 经过计算 发现两个矮的 两个高的也不行 所以我们就得到 第一个规则 至少四个人里 至少得有三个高的 每四个人里 至少要三个高的 当然也可以四个高的 然后我们再看 它第二个条件 七个学生的平均身高 要连续七个学生的 平均身高 不能超过1米5 那就 又就是说 越矮越好嘛 对不对 就矮的越多 越满足条件嘛 也就是七个人的 总身高 不能超过10米5 10.5米 如果我们有五个 五个高的 两个矮的呢 是满足条件的 那经过计算 我们会发现 有六个高的的话 就不行了 七个高的更不可能了 因为七个高的 平均身高1米6嘛 所以呢 找到了第二个规则 也就是七个人里面 最多只能有五个高的 那七个矮的行不行 七个矮的 肯定是可以满足 第二个条件的 但是它就不满足 第一个条件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记住 经过分析 我们要记住 这两个规则 就是在Mrs. Warner 在排这个队伍的时候呢 一定要满足 这两个条件 才可以继续往下排 一个条件就是 连续四个人里 最少要三个高的 一个条件是 连续七个人里 最多就五个高的了 好 记住了这个规则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排队 我们先按照规则一 把前面四个排起来 因为规则一说 四个里面 最少要有三个高的 那么就有 表中的这五 五种可能了 第一种可能 最后一种可能 我列进去的 就是四个都是高的 就没问题了 因为最少三个高的 某四个都是高的 那么 剩下的就是 三个高的 一个矮的 有几种排法 三个高的 一个矮的 就四种排法 把矮的排在第一个 把矮的排在第二个 把矮的排在第三个 把矮的排在第四个 就只有这四种排法了 所以满足条件一的 前四个 满足条件一的 前四个的排法呢 只有这五种可能 那我们 每一种可能 继续往下排 哪一种 队伍排的最长 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我们先看第一种 第一种 我们会发现啊 因为它要求 四个高的里面 最少 有三个高的 那么 第五个 只能排高的 如果排了S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了 因为如果 第五个排了S的话 就二三四五 就两高两矮了 就不满足条件了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S了 我们就会发现 最多就再排一个高的 第五个排一个高的 没问题 第六个排一个高的 没问题 第七个还能不能排了 第七个 我们就没有办法排了 为什么 第七个如果排高的 是满足第一个条件了 但是就不满足 第二个条件了 我们看一下 因为第二个条件 是七个里面 最多有五个高的 如果你再放一个高的 就违背了第二个规则 好 不能排高的 我能不能放矮的 如果我再放一个矮的 我们看 我问这里 T代表高 S代表矮 如果我再放一个矮的 就会发现 最后四个是STTS 就违背了第一个规则 所以如果 前四个的排法 是TTTS的话 这一条路 最多就只能排六个学生 是满足条件一 和满足条件二的 那我们再看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能排 这个队伍能排多长 第二个情况 我们会发现 第五个可以排个T 高的 第六个可以排个高的 不影响 到第七个呢 我们又可以排一个矮的了 到第七个排一个矮的呢 既没有违背条件一 也没有违背条件二 那排完了矮的之后呢 为了不违背条件一 我们又只能继续排三个高的 排了第一个高的 没问题 排了第二个高的 也没问题 但是再往下就不行了 再往下就会发现 当我们排了九个以后 排第十个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排高的呢 会违背条件二 排矮的呢 就会违背规则一 所以按第二条路线 我们最多就能排出九个学生 然后我们再来排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我们会发现啊 第五个只能排T 没问题 第五个排T没有问题 而第六个呢 我们只能排S了 排S的时候呢 既没有违背规则一 也没有违背规则二 第六个 第七个呢 可以排两个高的 但是排到第九个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那我们再排第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呢 我们会发现 上来的话就可以排S 其实也可以排T啊 但是经过列举 我们会发现 他也只能排 七个 最后一种情况 四个高的的话 那就 对四个高的来说 因为 因为他只能 七个里面只能五个高的嘛 所以 要么TS 要么ST往下走 就是经过列举的话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队伍最长 也就只能排到 九个了 不管你怎么排 只能排九个了 再往后排 不是违背规则一 就是违背规则二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是 D 如果对这个排的过程呢 还有疑问 我们可以自己下来 再排一排 当然最重要的是啊 最重要的是 这道题的关键呢 我们要 找到正确的规则一 和规则二 也就是说 Mrs.Wall呢 在排这个队的时候 她设的这两个条件 对我们排队的 具体的规则 有什么样的影响 只要找到了 规则一和规则二 我们下来 可以按照这两个规则 自己尝试去排列组合 我们接下来看 第五道题目 第五道题目的意思是说 有个人 他用m等于500 m等于500 并且他选择了一个n 一个正整数n 是1小于n 小于等于499 他呢 对m和n呢 做如下的这个计算规则 分别是 首先 他用 首先他用n除以 他用m除以n 得到的余数 负给r这个值 如果是能整除的 就r等于0的话呢 s就设为0 如果r不等于0呢 他又把n除以r 得到的余数 给了s 同样的s如果是0呢 就设为t等于0 如果s不为0呢 他又把r对s进行求余 把余数负给了s 比如说当n等于8的时候 那么m对n求余呢 r等于4 r呢 n再对r求余呢 s等于0 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往下走了 接下来t也为0了 但如果s不为0呢 它的规则就是 r是m对n求余 s是n对r求余 t是r对s求余 这样这么一个规则 然后题目问的是 有多少个可能的正整数n 满足1小于等于n 小于等于499 在这种情况下呢 r是1到15之间 s是2到9之间 并且t等于0 要满足这个条件 n有多少种possible的取值 好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题目给我们的条件 第一 m对于500 n呢是1到499之间 r呢是m对n的求余 s呢是n对r的求余 如果r不等于0的话 否则s是0 t呢是2对s求余 如果s不等于0 否则t等于0 所以第五个条件 是最关键的条件 就是r的取值范围是1到55 s的取值范围是2到9 t是0 好我们看啊 当t我们知道t是0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r是s的倍数 r能被s整出 这个是个很关键的点啊 r是1到15之间的取值 s是2到9之间的取值 r此时呢 r又除得进s 既然r除得进s 我们再往上看啊 r是 r除得进s 然后s呢又是n除以r的余数 你想一想啊 n除以r的余数是s r又能除得进s 说明什么 说明n肯定是可以除得进s的 如果这个道理想不通 我们可以列个代数式子来计算 来帮我们理解啊 因为r是能除得进s的 那我们假设r是ab的s a是正整数了 那n呢又是 s又是n除以r的余数 那我们就可以写为 n是br乘以s b和a都是一个正整数啊 那么把r等于as带进去 我们就会发现 n等于abs加s 也就是n等于ab加es 所以n也是能整出s的 这个点我们想一想 如果这个点想不明白 我们可以 就是在这个地方停一下 仔细想通这个道理啊 n是除得进s的 好 n是除得进s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规则呢 我们就会发现啊 再就是再分析一下啊 首先mn都能被s除得进 因为同样的道理 n除得进s m也除得进s 因为r又是m对n的求语 用刚才我们分析过的方法 同样带进去会适用 会发现mn都是除得进s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可以帮我们 就是减少一定的工作量 如果没有得到这个 也能做出来 但是我们会 多做很多工作量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m和n是能被s除得进的 然后呢 s是小于r的 如果r不等于0的话 t是小于s的 如果s不等于0呢 为什么啊 大家能想明白为什么啊 因为s是n除以r的余数呀 对不对 s是n除以r的余数 那s肯定要小于2啊 然后呢 mn都是除得进s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 r和s的可能取值 其实题目本来给我们的 r和s的可能取值 本来就不多 r原本就只有1到15中取值 s呢是2到9就8中取值 但是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 分析了一圈之后发现呢 m还蛮有一个隐性的条件 就是mn和r都是除得进s的 那么这样就帮我们排除掉 很多条件 首先r可以等于15 当r等于15的时候呢 s可以为5 看清楚我为什么 我们这里为什么只写了5啊 没有写3 因为3也是可以除得进的 对不对 就是2到9之间 3也满足2到9之间 但是 3它不能被m整除 好理解吧 就是我们把不能被500整除的 都排除掉了 因为题目分析过了 mn和r都是能整除s的 所以s只能选择m500的因子 然后r可以等于14 这个时候s只能去2 7也被排除掉了 因为7不是500的因子 r等于12 sk是24 那6和3也被排除掉了 2等于10 s是2到5 我们把2等于13和11自动过滤掉了 因为13和11 它就没有一个2到9之间的因子s 然后我们把9也排除掉了 因为9只有一个因子3 也就是说到r等于9的时候 s等于3 3呢 不是m的因子 就是不是500的因子 所以我们把它也排除掉了 到r等于8的时候 s等于2到4 r等于7也被排除掉了 因为如果r等于7 s只能等于7 7不是500的因子 按照这种规律呢 按照这种规律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r和r的情况都列出来了 所以就是目前这张表格里的左边两列 所有的可能性都在这 r是s r是15 s是5 r是14 s是2 r是42 12 s是2和4 一直到最后r是4 s是2 那么我们在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mn是s的倍数 很重要的这一点 就是s是500的因子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说它重要吗 就因为 它帮我们排除掉了很多干扰的项 比如说s等于3的情况 r等于9的情况 s等于7的情况 就是说帮我们减少了很多的工作量 好 那我们得到r和s的值的时候 我们来下一步就是根据r和s值来求出可能的n的取值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找n的时候要记住哪几项 第一点 n肯定是大于等于r的 第二点 r是m对n的求余 还记得吗 m对n的求余是r 那么500减去r就应该是n的倍数 对不对 500减去r应该是n的倍数 n要大于等于r s呢 它又是n对r的求余 并且n要是s的倍数 这是所有我们在找n时候跟n相关的规则 那么根据这个规则一个一个找下去 当r等于15的时候 s等于5 这个时候m减去r是485 按照题目要求 485它应该是n的倍数 应该是n的倍数 所以485等于5乘97 97呢是prime number了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500 485等于5乘97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规则都找出来啊 当r是14 s是2的时候 那500减r就是486 486我们把它拆分一下 拆分成 被屏幕被藏起来了 那我们自己拆分一下 把486拆出来之后 找到所有的因子 就是所有符合是s的倍数 并且大于r的因子 要把它找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表格的规则 我们看明白了没有啊 我们首先rs已经分析出来了 根据rs呢 先要写出500减去r 500减去r 就举 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r等于10的时候 500减去r就是490 我们要把490完全拆分 我们为啥把它拆分呢 拆分的目的呢 是为了找到它所有的因子 所有什么样的因子呢 所有满足 所有满足 是s的倍数 并且大于r的因子 记住要满足 是s的倍数 如果不是s的倍数的 我们也不考虑它 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可能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 可能的取值找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会根据条件 分析出n的可能的取值 所以经过分析计算 我们会找到n的所有的 可能的取值都在最后一排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n的可能的取值范围 h的值有多少个呢 我们数一数最终我们得到的答案 一共是13个 一共是13个 我们有这么多的后选项 你看我们在第三排中 列出来的是后选项 就是500减2的因子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n是什么 2是什么 2是m除n的余数 那500减去余数 不就应该是n的倍数吗 对吧 所以前面的所有的 前面的所有的 都是我们 就是第三列列出来的 都是我们possible的 n的可能取值 那么我们把这些 n的可能的取值呢 对题目要求的规则 逐一去验证 就会得到排除掉 这些可能的选项里 不符合的 不符合的取值 所以就会得到 过滤出最后 最终我们最后一排 第五排的n的 13种可能的取值 所以这个题目的 答案就是13个 n有可能的取值 是13个 答案就是1 3 4 6 5 6 6